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笋 其实我觉得剧本里的阿什纳笋 比漫画里的阿什纳笋更加接地气一点 可以再紧一点 笋 我觉得是有那种霸气的草原男生 这角色跟我以前也觉得不太一样 我觉得是帅真 他永远都有自己心里的那一把尺 会保护你 对 这个人永远都是做得你说得多 草原的身体 只有肉肉讲实 阿笋阿笋 我觉得这样的人做朋友做兄弟都是特别好 特别有安全感 太热了 因为有时候就真的热到已经 就整个脸都会热红 穿那个盔甲的毛子里 疯狂地刺我的脖子 然后就是过敏 汗就在你脊背上 顺着你那个 被 往下流 然后就造影响就是你那裤子的 也是对新兴的一种修炼吧 有时候我觉得我能把这个热 咬牙咬牙忍下来了 我也就有了阿笋阿笋那种气魄和定力 我每天都在健身 希望能够把身体就是尽量地滑原成那样子 一个健壮的状态 有时候我觉得我值得把阿笋阿笋 做到一个好的身材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让阿笋阿笋阿笋 我的战斗 阿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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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� 你用方法 方法是技巧 方法是技巧 其实感受到蛮多 甚至我都感受到了 一种新的社交体验 就画少了 也少分别 就是敲流的 看完这部戏 除了感受到 我们第一段齐多的剧情 我绝对喜欢 我们有时候要多多地 去想想身边的 其实有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亲爱人 才是你生活中 最重要 最重要的快乐的事情 对不对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吧